人类对大自然的污染和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科学家在巴西偏远的火山岛特林达德岛 发现了塑料和岛上的岩石交织在一起的塑料岩石碎片 表明飘洋在海洋的垃圾以及随意倾倒在海里的塑胶废料 正在成为地质的一部分 科学家经过研究 确定其中的塑胶废弃物主要是来自渔网 这也是特林达德岛海滩上非常常见的碎片 这些渔网碎片被海流拖液堆积在海滩上 当气温升高的时候 塑胶制品会融化成液体 并和海滩的天然沉积物交织在一起 除了巴西 自2014年以来 夏威夷 英国 意大利 日本 也曾经通报类似的岩石状塑胶组成物 显示海洋垃圾正在一步步的破坏地质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